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在看 目前我们看到是菲萨和莫德纳 目前还没有传出没有任何的隐忧 而看到Johnson & Johnson我们讲的交生疫苗 现在也因为传出了血栓的案例 所以美国的专家小组就准备要更新它的使用限制了 在现在我们看到CDC的他在昨天召集了专家小组召开会议 可能就会建议新增的一些对于在Johnson & Johnson方面的使用方面的一些限制 另外在美国前白人警官萧文 被控杀害非洲一男子弗洛伊德的案子正在进行审理当中 有一名退休法医就在昨天出庭 他作证的时候则表示弗洛伊德是死于心脏病发作 起因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心脏疾病 还有吸毒再加上其他的因素 在马里兰州担任首席法医到2019年才退休的这一位医师 他则表示弗洛伊德是死于导致他心律不整的心脏病 这项说法和多名医学家的看法是相互抵触的 有多名其他的专家则说弗洛伊德是死于缺氧 另外一名美国的白人女警Kim Potter 日前在米尼苏达州的米南波里斯郊区开枪 就是把这一个手枪当作是这个Taser拿出来 结果呢击毙了20岁的非洲裔男子 而在昨天他则以涉嫌过失杀人已经被逮捕起来了 接着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也宣布 5月1号期将会展开由阿富汗撤军的行动 预计在9月11号911恐怖攻击事件 满20周年前就会全数的撤回 在总统拜登也和阿富汗总统甘尼通了电话 承诺的是会继续的致力于稳固双边的伙伴关系 在阿富汗组织是在20年前的9月11号 发动了震惊美国的攻击事件 造成将近3000人不幸罹难 也使得当时美国总统小布希在阿富汗展开了持久自由行动 20年之后这一场战争终于要划下局目了 接着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勤职单位首长 昨天也到国会去出席两年多来的第一场全球威胁 这个公开听证会 在这期间则援引在区域咄咄逼人和网络能力直指中国 现在已经成为无比优先的要务 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他告诉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那么说在目前中国的威胁已经是无比优先的议题 在海恩斯和中情局的 这个还有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局连调局的首长 在昨天是共同到参阅情报委员会 针对全球威胁那么出席佐证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 也看到这是白宫则有发言人说 在美国和伊朗在今天就会在维也纳恢复间接的谈判 来挽救在2015年所签署的伊朗核子协议 外界在这之前则怀疑上个礼拜所展开的进阶会谈 这个礼拜到底会不会恢复进行 因为伊朗重要的核子设施在11号才发生了爆炸 德海兰当局则归咎于以色列 伊朗还决定要把浓缩釉的浓度提高到60% 更接近武器级别的浓度来进行报复 但是现在为了要挽救这一个协议 在美国方面则表示15号 也就是在今天将会恢复和伊朗之间的间接回谈 接着我们也看到对于在沙布地阿拉伯的方面 美国的官员说 川普政府在那个时候批准军售沙布地阿拉伯的许多攻击性武器 拜登政府这一会儿打算要终止了 他只会卖给沙布地阿拉伯防卫用的武器 但是批准军售阿拉伯联合大公国F-35的逆宗战机 国务院的发言人的说法 他说拜登政府将批准向阿林出售230亿美元的武器 包括了F-35战斗机 以及死神Raper 就是攻击无人机 他的政府官员先前暗示 这些在川普政府时期 为了促成阿联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军售 应该还是会放行的 另外呢 在安卡拉方面也看到就是 在消息界人士表示 美国已经取消调派两艘军舰到黑海的计划 而至此之时 俄罗斯正在乌克兰的边界成兵 正引发外界严重的关切 好 其他方面 美国新闻 包括了美国总统拜登 昨天已经指派国会山庄资历丰富的僧次来担任他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社群联络官 僧次将会成为推动总统和政府优先事项的一个重要声音 而在苹果 Amazon 福特汽车 Starbucks等一百多家企业 也在昨天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的是多个州考虑要所实施的投票限制 这些例举在投票前法案中的限制 特别是针对非洲裔等少数族裔 在活跃团体表示呢 乔治亚州通过了这项限制 现在包括了我们的德州 阿里萨纳州 其他的州 现在也把这些限制列入考虑当中 另外呢 在这里看一下 这是美国的国际商业机器IBM 在昨天说 由去年底首度提出警告之后 他旗下网络安全小组 又发现了更多锁定全球COVID病毒的疫苗供应链的数位攻击 攻击目标与都是和COVID疫苗冷件有关的组织 若干疫苗从制造商到接种者之间 必须保持极度的低温 因此需要这种冷链 IBM在去年底就说 骇客是以中国的冷链供应商 海尔生物医疗主管的名义 发送精心设计的诱骗电邮 被锁定的目标包括了在亚洲的企业在内 好 最后我们则看到这是纽约的报道 美国的加密货币平台 这是Coinbase 昨天正式的上市 第一天开盘价大幅高于NASDAQ交易所之前宣布的参考价 Coinbase以代码Coin直接上市 首日开盘价每股381美元 比参考价250美元还要高出52% 它的市值现在逼近1000亿美金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国际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我们在下边和我一同关心 将是来自国际方面的报道 在我们的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首先先看到 这是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自民党干事长 这是二阶俊博 他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发言说 如果疫情变得严峻 就不得不考虑要停办冬奥 这会是选项之一 发言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而在下午 他也透过书面声明说 是一定要让冬奥及帕运能够成功的举办的 而在现在呢 日本的每日新闻也在今天说 有几名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透露 过去一直协调四月下旬 在美国华府举办的日本美国跟韩国的外长会谈 预料将会暂时的取消 也让日韩外长会谈显得更加遥遥无奇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厂所产生的核废水 排放入海的政策方针 引发了韩国政府强烈反弹 也让双方错失了改善彼此关系的一个时机 另外在这里呢 我们看一下西非国家尼日的首都尼阿美 在日前发生了一起火灾的悲剧 二十名幼童受困在幼儿园的教室内被活活的烧死 在昨天聚集在学校的家属和教师哀痛愈恒 事件发生在尼日的首都的一个贫困社区的小学兼幼儿园 而火势是在茅草和木造教室之间迅速的延烧 离难者的年龄是间于三岁到五岁之间 好 接着我们新闻方面看到来自布鲁塞尔的报道 欧盟在下个礼拜将会公布监管人工智慧AI的提案 目标则是要打消大众对于AI遭到恶业滥用 受到老大哥式监控的疑虑 欧盟的执行委员会为了这份提案是准备了一年多了 大型的科技企业则担心欧盟会对AI的定义是太过的广泛 欧盟是致力制定监管AI的规则 并且也要追赶到美国和中国的步伐 AI则横跨了语音的辨识 保险以及执法等领域 看到的最新的法规草案里边将会禁止 会威胁欧盟基本权力的非常有限AI运用 也会禁止普遍性监督人民 以及任何用来操纵行为意见或决定的技术 草案也指出禁止根据行为或人格特征 来进行任何个人社会的平等 接着我们在新闻方面来看一个 这个是法国的海军的军舰 以往我们是从零到开始构建 现在有更方便的方法了 这个叫做拼凑式的方法 法国海军核子动力攻击一潜舰 珍珠号因为在去年6月的一场大火受到了重创 有关单位后来就想出了补救的办法 他们就把珍珠号的舰声来个一分为二 留下可以使用的一半舰声 再跟退役的另外一艘姐妹舰 切下来的另外一半舰声 把它焊接在一块 变成了一艘新的潜舰 免于整艘船直接的报废 也不需要再由零重新再开始建造 新的拼凑法或许在未来也会是其他国家 在海军的这个舰艇方面的一个修复的一个途径 好接着我们也看到呢 在新闻方面呢 这是在土耳其的媒体说外交的消息人士已经在昨天说 俄罗斯乌克兰的紧张升高之际 美国现在取消原定派遣军舰前往黑海的计划 消息人士说美国驻土耳其的大使馆 对土耳其的当局通报了这件事情 两艘军舰在现在目前停破希腊的克里特岛 土耳其日前说已经接获美国的通知 在这两天会分别部署一艘军舰到黑海 并且停留到5月4号5号 不过现在美国则取消了对黑海方面部署军舰的安排 然后呢我们也看一下在不一样的这个报道 包括了在现在最新的研究显示呢 包括了营造业工业和新建道路和管线 这些基础建设制造的人为噪音大幅的增加 这些噪音的污染对于树群还有植物多样性 是构成了长期的风险 甚至在噪音的来源移除之后 这类的冲击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而我们也关心到就是在气候的这个暖化 而暖化将会让印度的夏季雨季降雨更为的明显 在欧洲的研究就发现 随着地球温度越来越高 预估温度每上升摄氏一度 就会导致印度夏季的雨量增加5% 它的后果不仅会影响印度在当地作物的收成 也会提高发生大洪水的相关几率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在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要在这儿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报道 中国的新闻第一个就看到北京方面的消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宣布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邀请 4月16号将会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讯峰会 在此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3月底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丁 习近平等40位领袖 已经获邀参加 就是预定4月22 23在美国举行的气候领袖视讯峰会 商谈气候变迁议题 而美国的气候特使凯瑞则在14到17号 会出访上海与首尔展开气候变迁目标的讨论 另外在今天也是在中国所订定的国家安全教育日 在今年宣传的重心则是政治安全 在中国媒体则刊登了总书记习近平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综述 强调是要坚持的政治安全 另外也看到在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宣布 5月1号期要展开自阿富汗撤军的行动 强调美国必须要聚焦应对独断的中国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在今天表示 这是反映出一些人的阴暗心理和冷战零和思维 而谈到了美国 现在看到气候变迁特使凯瑞 他所下榻的东郊宾馆附近是戒备森严 而一名被怀疑为美国外交官的男子 则在五间进入了宾馆 在现在也认为 因为在这如此森严的戒备之下 预料特使凯瑞不会离开宾馆外出的 那么接着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新闻 COVID方面的疫苗在中国方面现在全面加快接种 但是近期却传出疫苗供应吃紧 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缓解的迹象 在中国首都北京到目前已经接种突破2000万剂 累计接种1250万人 按常住人口换算 接种率逼近六成了 在现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每天所发布的接种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地区累计接种 1亿7921.6万剂 但是近期每日接种都在300到500万剂之间 比之前是稍微的减少了下来 好另外呢 我们在新闻方面 则看一下这个神隐数月的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好久好久没看到他 但是呢 现在终于看到他再度是现身公众的视野 根据媒体报道 马云是在昨天 他参加了俄罗斯地理学会监视会的视讯会议 但是在会议当中 马云并没有发言 而上一次马云露面 则是今年1月底 同样是透过视讯 是在一场颁奖活动当中致辞 接着我们的焦点转到和香港相关 首先看到北京中央驻港代表骆惠宁 在今天声称 对于干预香港事务 企图拿香港为棋子的外国和外部势力 就该反制 让他们留点教训 因为今天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后 第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首次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及国安委主办相关的活动 在骆惠宁办公室 也在开幕时 在致辞上 他就说一国两制的提出 首先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 另外香港泛民主派第二大党公民党前党员 杨岳桥等人早前建议解散公民党 但是根据报道 公民党已经决定要保留公民党 并且会重整发展方向 继续与港人和公益良知并行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来自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借 在我们接下来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现场则由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报 继续为您播报 我们一块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蔡英文总统今天接见来访的 美国前参议员陶德一行 总统在致辞时表示 这是拜登政府商人之后 首次派团访台 展现台美双方持续深化的伙伴关系 总统并且指出 中国军机及军舰近来频繁进行军事活动 不仅改变印太地区的现状 也威胁区域和平稳定 台湾运河理念相近国家 共同阻止冒进以及挑衅行为 总统说 而陶德在这次时则表示 他此行是应老有美国总统拜登之托 重申美国对台美关系的承诺 以及深化双方合作的坚持 陶德指出 现在是美台关系 有史以来最强健牢固的时刻 他也有信心 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并且支持台湾积极投入自我防卫 而新政委长苏贞昌也在下午的时候 借鉴陶德访问团一行 双方就经贸 气候变迁议题交换意见 苏贞昌诚致欢迎陶德等人访台 并且提到台美长期友好 在台湾关系法42周年前夕 台美经贸关系应该有进一步的对话 台湾民众高度期盼 重启TIFA的对话 BTA协商促进台美共同繁荣 而美国总统拜登的挚友 陶德抵台访问之际 北京宣布在南海进行实弹演习 而对此国防部长邱国正在今天表示 中共有无挑衅 欧方会持续地关注 心理上会有影响 但我国军有掌握一切的状况 不要因此搞得沸沸扬扬扬 欲请大家对国军要有信心 美中科技战争 在全球晶片缺货潮下 台湾半导体产业地位更显关键 行政院科技会报办公室 今年在行政院会报告 美中科技战下 台湾半导体前瞻科研及人才布局 行政长苏贞昌在院会才是 去年全球半导体制造设备市场销售总额 高达712亿美元 创下历史的新高 台湾位居世界第二 预期今年渴望突破800亿美元 苏贞昌请相关部会继续支持 两百七十亿元 更新九栋的标准厂房 将整个立体化达到两倍的变六倍的变积 可以增加进驻的厂商达六千人之多 此外经济部也在加工出口区 把它正式更名为科技产业园区 这个就是要想方设法增加产业空间 扩大吸引投资 促使厂商能够跟流台湾 提升产业的群聚效应 同时 科研汇报办公室报告指出 未来半导体科研布局三大方向包括 为确保半导体人才供应 希望透过产学研合作 达到每年新增一万名半导体人才的目标 协助半导体产业突破一奈米技术节点 水情势持续的紧绷 朝野立委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 也纷纷关注多元水资源的开发状况 包括了再生水涨建制进度 限水措施是否升级等议题 而经济部次长曾文生在被巡视指出 政府每个礼拜都在增加相关备源水源的供水量 包括再生水以及海淡水等等 但是国民党主席 同写是立委的江启臣仍然是质疑 汎源水源源不足以达到日常的供水量 而外传如果老天爷然不下雨 汗上持续 可能会进入到供四停三升级限水措施 江启臣进一步的询问 经济部是否有针对更严重的状况准备因应方案 而对此曾文生则表示 目前没有提到供四停三 到七月为止都是采取公五停二 曾文生说 另外针对江启臣批评政府在去年 未能及早针对汉象准备因应措施 现在才会面临如此的困境 曾文生也澄清 政府去年七月份就已经开始做应变的工作 原本水情比较紧张的是北部 桃源等地区 到现阶段则是在中部地区 政府都有持续的观察因应 乔东部长林加龙在太鲁阁号事故发生之后 在4月3号口头请辞 在4月7号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书面辞呈 而这段时间 行政院以善后工作为先 暂时没有处理辞呈 政委员行政院发言人罗宾成在前年表示 苏奎在13号的上午约见林加龙 两人会谈一个多小时 林加龙此以瞬间 林加龙在会中指出 事故上后的工作告一个段落 拟难者功绩也将分批举行 以及清水隧道即将通车 希望在4月20号正式的辞职 希望苏贞昌成全 而苏奎理解林加龙的决心 也尊重他的意愿 并在14号批准辞职 20号生效 那因为林部长辞职生间 所以院长也询问 如果林部长要请辞的话 什么时间是可以的 那林部长跟院长讲 他希望是4月20辞职生效 让他有时间能够把最后的上后工作完成 此外 也要代表交通部 以部长身份来出席公计 因为公计时间也都已经排定了 那院长院子上予尊重 在昨天 院长将此次向总统报告 总统也支持肯定跟尊重 这个林加龙部长的选择 而为了告为 在台铁4084列车太鲁格号事故当中 不幸往生的拟难者及其家属 交通部在今天在台北举行首场的联合追思公计 包括蔡英文总统 行政长苏贞昌 交通部长林加龙 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 和新北市长侯友宜等党政要员都亲自出席致哀 AZ疫苗在14号在扩大开放到第4类对象接种 扩及到外交人员 国家运动代表队等族群 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在下午 在疫情记者会中表示 14号仍然只有1000多人施打 累积到现在共有28000多人接种 并且新增了12件非常严重的不良事件 指挥中心在21号开放自费接种 外界质疑 即便4月21号接种第一剂之后 间隔8周 要等到6月16号才能够再接种第二剂 但是目前国内的疫苗最晚的效期直到6月15号 到时候恐怕没办法完整地打完第二剂 而对此庄仁祥表示 在6月15号之前 台湾向COVIDS购买的AZ疫苗一定还会再到货 民众可以放心 他说 另外媒体报导指出 有知情人士透露 莫德纳疫苗将最快在4月底就会抵台 庄仁祥则是郑仲否认此事 表示他从未听过这个消息 目前所知的是 莫德纳有可能在5月会来 另外一方面 AZ疫苗的血栓的疑虑让未解 丹麦开欧洲第一枪 宣布停用AZ疫苗 专案祥表示 东方人与西方人发生脑筋脉栓塞的几率不同 目前美国 澳洲以及一些国家也禁用交生疫苗 但是法国仍持续使用 美国国家针对个别疫苗都有自己的评估标准 性别工作平等法规定受雇者在陪有分免时 雇主应给予5天有薪的陪产假 但若两人在不同国家还能够请假吗 对此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位平等司司长黄文成表示 根据立法意志当初设立陪产假 是希望劳工可以陪在配偶的身边 经劳动部法规会委员讨论 大部分委员认为现在陪伴的方式多元 包含视讯 打电话等都可以表达关心 纵使配偶在国外生产 劳工没有陪在身边 但既然有分别的事实 雇主也应该给予陪产假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